嗨,大家好,今天過得好嗎? 好 那我今天要介紹的主題呢 是如何結合LINE和IoT裝置解決生活上的難題 然後這是我自我介紹 我是LINE Things開山裡的負責人 然後同時也是Demo過兩屆TechPulse IoT Demo的人 然後我同時也是名後段工程師 那我最近在做專案是LINE訊息查證 所以如果有用這個的人 那你對於後面的原理有什麼疑惑的話 可以來到LINE的檔位來找我問 然後下面第三個是我的Blog 那我今天所講的東西呢 我都會上傳到我的Blog上面 那大家有興趣的話可以追蹤一下 那下面那個slido就是問題的號碼 不是問題號碼就是邀請碼 那如果大家有問題的話可以直接上傳到那個slido上面 然後如果誰來得及的話我就會解答 如果來得及的話我就會一一看 然後可能會碰到就是Somewhere OK這樣 那這是我的Outline 那第一點我會講說 為什麼我要使用LINE和Lightings來解決這個問題 那第二點就是Demo 我今天會Demo說我到底做了什麼事情 還有What 他是怎麼做的 還有他的大綱 那第四點就是他的 我們Lightings的新Feature Automatic Communication 那他會在我的Demo裡面幫我解決什麼樣的問題 我會講清楚這樣子 那第五點就是Demo 關於這個蘭素美派和那個ESP32要怎麼去檢視它這樣 那我在生活上遇到一個小小的問題 這個問題說小也不小說大也不大 那就是我們公司在擴張的過程中呢 他就變一個問題就是會議室不夠 那請問一下大家 如果你們公司辦公室會議室不夠的話 你會怎麼做 我這邊提起兩個手套選給大家 第一點問你的老闆說 欸那不然我們可能在採公利一間辦公大樓 然後我們大家一起有會議室一起發大財 那第二點就是 我們用生活上現有的平台 然後便宜的裝置去解決這個問題 那因為我就是小妹我人為言輕 所以我當然選擇第二種比較便宜的方式這樣子 好那為什麼我會使用Light和LightDings呢 第一點程序開發App的成本 請問大家有購買智慧家電的經驗嗎 或者就是用藍牙區格的Device 那它第一步是不是要求你們會下 就是要求要下載廠商的App 對那如果你買了不同的廠商的話 那你是不是就要下載各家廠商的App 但是我自己就是懶得去開發這個App 因為我的User可能不只有Android 還會有IOS 所以我就選擇使用Light 因為Light本來就裝在我的手機裡面 那它就可以整合LightDings 作為一個App 那第二點就是 LightDings它本身就有提供一個 非常完整的Sample Code可以使用 那我今天Demo其實沒有改非常多的Sample Code 那大家有看了就知道 那第三點快速Deploy 30秒免通關 那大家有開發過App的人都知道了 你一定要先進入平台的審核嘛 那審核完之後才能上線嘛 那在這個審核過程中呢 就會大大的延宕你的開發時間 那如果你是使用Light的話 你就是直接Deploy到像是HeroQ 或者是你自己的雲端平台上 那就可以馬上看到成效了 所以我這邊是會使用LightDings這樣子 那請大家看一下這支Demo 在下面Rich Menu就是會議室的代表編號 好我們這邊暫停一下 那大家剛剛有看到的一個LightDings tab 在上面有一個裝置嘛 那它其實你在點下那個裝置的過程中 你就已經跟這個 一拜一次用藍牙綁定了 那你就已經在綁定過程中 你就已經check in了 那同時呢 你也可以用LightDings去查看你的報道 已經確定的情況 還有這個會議室是不是已經被定 好在這邊再暫停一下 好在這邊再暫停一下 大家剛剛有看到那個紅色的按鈕嗎 它其實就是幫你看你的裝置解除綁定 那在你解除綁定的時候呢 你就已經登出這個 就已經釋出這個會議室的resource 那可以讓別人去定 那其實這個demo就是這樣簡單 那我想先問一下大家 請問一下有人有聽過LightDings嗎 在場的各位有聽過的話 請幫我舉手一下 喔不到100% 那有聽過LightDings 好沒關係 那我在這邊講一下就是 大家可以看到在圖的左手邊 圖的左手邊 藍色的部分是你的device 那在我們的平台上註冊之後呢 你會取得一組產品的授權碼 那你只要透過Archannel IDE 或者其他方式去寫進你的藍牙device 就行了 那同時呢 你在寫入藍牙device之後 你啟動藍牙device 它就會出現在你的LightDings tab上面 然後在綁定的時候呢 它會send一個webbook event 到你的trapboard webbook裡面 那你可以在綁定的時候 就知道它是unlink還是link的狀態 那你同時可以利用這個webbook event 去開發各種各式各樣的功能 那想請問一下 大家沒有聽過LightDings 但應該有聽過Live嗎 有人有聽過Live嗎 Live是Live的一個web的框架 那同時Live它有提供Bluetooth的SDK 那你可以透過這個SDK呢 去取得藍牙 這個藍牙裝置的資訊 還有它綁定解綁定等等的資訊這樣子 好 那剛剛講那麼多LightDings tab 現在請看這是demo 它可以 可以看到少一個LightDings LightDings LightDings 就可以看到這個LightDings tab 那第一次使用的人呢 他可能就是不會知道說 欸怎麼我剛剛已經開啟我的藍牙裝置 那他為什麼沒有出現在這個TAB上面呢 那是因為你沒有加進你的OA 就是這邊有一個限制 就是第一 你要寫入我們的產品授權碼 那第二 你要把你的 你要加進你的好友 你要加你的OA為好友 才可以顯示在這上面 那在使用LightDings 你為什麼沒有哪些裝置可以使用呢 除了第一個LightDings tab 可能要參加我們公司的活動 才可以使用之外 你可以使用下面以下五個裝置 那今天demo會使用到的是 Expressive ESP30的DevKid C 那以下裝置呢 在網路上都可以去訂購這樣子 那這個ESP30的一天也才300台幣 非常便宜 那今天我demo會使用的 是左邊的ESP30 那ESP30的負責的功能呢 這個ESP30的負責的功能是 Check-in還有Check-out 那至於監視的裝置 還有人體溫度感應的裝置 會使用Respiratory Pi 和SparkFunk GridI 那SparkFunk GridI 是一種溫度的感應裝置 那它的可以感應到 就是大概10度到85度之間都可以 那如果大家有信話 可以就是來一趟會找我 我會就是 就是讓大家看是怎麼裝 然後裡面會怎麼跑一些程式嗎 這樣子 那我想請問一下 大家剛剛看完demo 是不是心裡會有一些小小的疑問呢 大家都知道如果Check-in的話 你就可以booking會議室嘛 那如果 有人就一直這樣check-in怎麼辦 如果我是常常要開會 我就一直check-in啊 反正這間會議室 反正別人要不要開會都不關我的事 我就一直打發在這間會議室 那如果有不Check-out怎麼辦 那我這邊 我這邊 我這邊會使用一個 我們Light Things的新功能 Automatic Communication 那其實這個 Automatic Communication呢 它一個 它會讓你註冊Scenario 到這個Light Things的Betphone上面 那它一個Scenario呢 包含一個Trigger Event 和一個Action Event 那Trigger Event 就是你什麼樣 你要做什麼動作去觸發這個Scenario 那Action Event呢 是在觸發之後 它會做什麼事情 那像剛剛那樣子 如果有人不Check-out的狀況呢 我可能就會設置說 欸 那你 進去 你去booking這間會議室之後呢 如果超過五分鐘 沒有人使用的話 我就把它Check-out 我就發一個Trigger Event 打一個Signal 把它Check-out 那第二個狀態呢 就是如果你book這個會議室 那五分鐘裡面 這會是都沒有辦法感應到有人的話 那我就把它Check-out 那它的運作原理呢 大概就是 像你出色之後 然後我們的Light Things的Standphone呢 它會去Fetch一個Scenario Event 那在你藍牙裝置 跟它綁定的過程中呢 它就會去持續執行這個Scenario 那接下來就是 呃 我的這個Architecture 先看一下Demo好了 就是這就是我如何去監視會議室的 是否有人 然後同時在這個網頁上面呢 還可以看到就是這個會議室的booking狀態 那其實我在每一個Resport Verify裡面 都有安裝一個 就是這個人體的溫度感測器 那我的方法就是把這個溫度感測器上的資料呢 去Send到Redis 剛剛的Architecture的Redis裡面 然後它把它寫成一個8x8的矩陣 那可以看到就是在每一張圖的左邊呢 它上面都會有這個矩陣最高的溫度 和底下最低的溫度 那我的做法就是 偵測這個矩陣裡面 是不是有超過32度的點 然後那個點如果超過15個的話 那我就會偵測 我就會判定說 這個會議室其實是有人的狀態 那有人可能會想說 那你的會議室每一間大小又不盡相同 那你要怎麼解決這個問題呢 很簡單就是 增加你的Sensor的台數 就你可能每個地方都 每個小地方都擺一個 然後再判斷說 這間會議室如果有超過兩台的Sensor 如果很大的會議室 像這間的話 我可能就要擺到四台這麼大 那如果這間會議室 超過兩個Sensor 都是有人的狀態的話 那我可能就會判定說 這間會議室一定把它Q排 那同時我會加上NodeExporter 我在每一個樹梅牌裡面 都有騎一個Docker Container 然後裡面會是一個Permitius NodeExporter 這個NodeExporter就是確認說 這個樹梅牌是否還是存活的狀態 這樣子 然後因為我今天沒有把那個 背後監控的網頁放在上面 但是它其實是有一個NodeExporter 在上面去跑的 那剛剛那個網頁呢 就是這個Server 你在開一個Server的時候呢 它會同時啟動一個WebSarkey的連線 然後會偵測說 它會去Redis裡面抓那個Data 好 那以上呢 我們會把這些SourceCode 包含硬體的Code 還有Leaf的Code 放在這個 放在這個Github上面 那如果有興趣的人 可以去掃一下這個Github 並且追蹤Github 那它現在其實還在開發當中 所以如果大家有什麼意見的話 就是可以送PR 那如果覺得還不錯 可能這個Idea有幫助的話 就點一顆星 按讚請分享 那如果你覺得 這個東西有點太複雜了 那你想要先從簡單的入手的話 你可以先從一個電子鎖開始 其實在去年的Telepost 我就有demo 一個就是電子鎖 要如何跟Nightings結合 那怎麼做的 還有它的運作原理 都寫在這個EngineerBlog上面 那大家可以先去看這個EngineerBlog 然後上面是ESP32還有SmartLock的Leave 它是怎麼寫的 基本上大家可以看到 其實我們有改很多的SampleCode 那可能有些人會想說 那為什麼一定要用automatic communication 才可以切斷這個連線呢 那是因為除了在電子設備本身 它會記住這個連線的資訊之外呢 在網路上就是我們Lightings的Server 它也會記這個連線的資訊 那如果你直接從那個ESP32上斷了連線的話 那可能LightingsServer就沒有同步到 它會顯示 它還會顯示在你的Lightings的TAB上面 所以如果你要斷連線的話 就一定要從LightingsServer 還有你的設備上 同時斷掉連線才行 那這是我的參考連結 那各位大家有什麼問題嗎 大家有問題請發問 我們開放一個 大家對這個IoT的應用 不知道有什麼想法或者問題 如果臨時還可以跟各位 請問講者就是在做這樣子的開發的時候 之前遇到最困難 或者是說覺得最有趣 決定到最多的點是什麼 大概是就是在 因為我原本是用數媒牌去開發的 然後我就發現數媒牌用的一個 一個套件 就是Jargeture套件叫NOBLE 然後它有一些就是在連線的問題 像Handshaking的問題 然後它沒有辦法顯示在Android上面 所以我後來就臨時改成 用ESP30的開發這樣子 大概是這種問題 就是在使用套件上面可能 因為套件本身可能會有一些問題 所以就變成說你套件不行 那只能改成用其他的硬體 然後在 因為我本身 本身並沒有焊接過 然後我在買那個 熱感應裝置的時候 其實它上面是沒有針腳的 然後我就必須去學說要怎麼焊接 雖然大家可能會覺得很簡單 但是我就是 這是我第一次焊接的經驗 對 也是非常新奇 然後我還發現一個問題 是說把兩個焊碟都焊在一起 導致它整個就是 導致它兩個焊碟就是通電 然後變成說必須要把它解焊 然後再重看 就是一點小小的心得這樣 我們熱情掌聲鼓勵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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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